我们和柬埔寨合作的德冲复南运河一开工就几乎是创造奇迹的 大家都把精力注意到运河上去了 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方面的细节 就是咱们驻柬埔寨的王文斌大使 他吃的一种小零食 这足以让越南心里发慌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明论评 要说咱们中国是基建狂魔还真不是浪得虚名的 你看咱们半个月就把运河工程往前推进了十公里 这很显然的这条运河会顺利的完工 那么就在运河开工的前几天 咱们官方的融媒体播放了一段 王大使亲自下场带货柬埔寨腰果的视频 他穿得非常的兇闲去逛金边的超市 就跟大家再说了 上个周末我第一次逛了金边的超市 品尝了柬埔寨当地的腰果 而且在视频之中 王大使还吃了这么几个 王大使至少有两次在媒体的镜头前 高调的说柬埔寨腰果好吃 外界就有分析认为 这个事情挺敏感的 别看这个视频 看上去好像是咱们记录 王大使日常生活的一个小的视频 实际上这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越南那边应该是看懂了 而且越南那边心里是会发慌的 当然了 我觉得这个分析是不是有点过度解读了 但是如果说这个运河再加上腰果 那确实会让越南不好说 换句话说 这一个小小的腰果 这么一个小零食 可能比这个军舰大炮他所起的作用 还来的厉害 咱们先说一下腰果吧 腰果大家都吃过了 这东西挺好吃的 但是它挺不好处理的 它这个去皮呢非常消耗人力 而且包这个腰果的外皮的时候 就跟咱们包那些生核桃一样啊 你那生核桃皮包起来很棒棒 一弄的就是一手黄 而且这个黄遇到攻击一样化 它变黑了 它特别薄喜 柬埔寨和越南呢 这都是腰果的生产大国 特别是柬埔寨 这一方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柬埔寨的腰果的品质是非常的好 比越南的好 而且它的产量呢 一直是排在世界第二或者是第三 反正就是柬埔寨和印度吧 这两国家都是排在第二第三的 那这个无论是从质量 还是从产量上来讲 那都比越南又是要大得多 可这个腰果呢又偏偏是越南南方重要的经济作物 这很多的农民靠着中腰果吃饭赚钱呢 而且在越南南部啊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腰果加工厂 但是呢越南这些加工厂有意思啊 他们大量加工的呀 是柬埔寨的腰果 这利润大头也就被越南给赚走了 对于一个全国只有一条高速公路 没有出海口腰果加工也欠发达的柬埔寨来说呀 看到这情况他没办法 只能看到这中间商在中间转差价 如果说德冲复南运河修通了 就有了出海口之后呢 柬埔寨他在引入相关的加工技术 他真正就能做到自己的产业自主 这无疑是对越南巨大的冲击 你说越南的心理他能不放谎吗 咱们往大理说哈 我们帮助柬埔寨不但有我们自己的好处 还能带动柬埔寨的发展啊 能够对越南形成有效的制衡 但是呢只要是越南他能够采取这个合作的态度啊 其实我们也没把这条路堵死 而事实上我们一直也希望越南能一起来合作啊 只要咱们能够合作能够共同受益 这都是一件好事嘛 你无论是在运河还是说在妖国城这些农产品上呢 都可以我们几方 比如说越南啊柬埔寨啊 我们一起来合作这个事情 你把这个蛋糕全部做大了之后 那大家分到的也就更多 所以就看越南做什么样的选择了